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市 超级城市 国家的游道最理性经济的主者就是我们永续观好美丽的高雄市 高雄的这个象征性的植物就是我们台湾最终在流星的原生树种白水木 台湾的海岸都可以见到它 来 高雄 我们要浇水了 5 4 3 2 1 请浇水 水 华人的卖带永续繁华的概念 高雄市成为国际舞台的明星 国家的游道最新一级的主角就是超级城市 高雄市 首先 高雄市政府非常的荣誓 能够跟国家的游道做低烈的接触 合作 我想 国家的游道在全世界是生态环保的一个象征 那今天 高雄市从一个重工业的城市 高雄市在过去是台湾空气污染 二氧化碳的整个排放量 都是在全世界被检讨的对象 但是 这几年来 经由过去前任市长 从谢长廷 谢市长所建议的一个标杆的目标 我们一直努力 透过一局囊 透过陈吉迈市长 我们一直朝这个目标到接任市长 这就是我重大的一个任务 我现在可以跟各位贵宾报告 我们现在通雄市的空污率 我们现在的空污率过去 现在已经下降了 过去大概百分之三次 现在已经下降到百分之十以下 所以 我们已经跟国家地理频道合作 是我们高雄的光榮 今天有这么多克兵的议会 为我们家人打气鼓励 再一次代表高雄市 表示我们内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